那今天這部影片價值破萬 但是我無條件的分享給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夠學會這個 最重要的經驗技能 特別是針對當創業或是正確的 創業當老闆常常讓你感覺白忙一場 要不就是沒客人 不然就是客人一堆但是沒有賺錢 我今天要分享價值破萬的課程資訊 讓你輕鬆學會企業見解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 頻道其實一直都有開專門的會員服務 上到一個集聚就會獲得30分鐘的健檢時間 與其說是健檢 我自己更覺得像是跟各位老闆交朋友 但是我自己發現其實絕大多數的老闆 問題都是可以自己處理的 自己都可以找出一個好的解答 那今天這部影片價值破萬 但是我無條件的分享給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夠學會這個 最重要的經驗技能 特別是針對剛創業或是正準備創業 以及創業一段時間卻無法突破的你 如果你是以上三種人 請你點贊然後看到最後 在企業見檢剛開始 我一定會先去了解你是什麼樣的行業 因為不同的行業別 又有各自不同的成本結構 而公司要獲利其實非常的簡單 要不就是提高營收 要不就是降低成本 萬就是兩個一起做 所以說了解完行業別後 我就會開始去詢問損益表 如果聽到這個詞彙 你覺得很疑惑的 你可以先按一下暫停看解說 我自己也有發現 一半以上的營業狀況有問題的老闆 幾乎都沒有損益表概念 甚至根本沒做 這有可能導致你自己白忙了一整個月 然後卻比你在外面工作一個月 領的薪資還要來的少 還要來的可憐 損益表對我來說就像是成績單 去檢視上個月我們自己的表現如何 而成績單它就只是一串數字 數字代表是我們過去做哪些決策 而至於如何從損益表看出問題 我會先去了解有關成本上的問題 就同剛剛前面所說的 獲利等於收入去減掉支出 那如果說獲利不足 我會先從支出去了解 為什麼是從支出 因為支出的問題它是一支的 也就是已經發生過 並且是我們比較能夠掌握的 那當一個問題過於複雜 特別是有關賺不賺錢這件事情 考量的內容很多 我就會建議先從好處理好下手慢慢去處理 才不會因為問題過於複雜 導致自己不知道從何而開始 就選擇放棄或擺爛 那如果單純以餐飲業來說 比較簡單的 我們可以先去釐清三大成本 物料成本 人事成本以及租金成本 那針對第一個物料成本的部分 假設說你的水泥表告訴你 你的物料成本佔比偏高 那首先我們可以先去建立我們的成本目標 何謂偏高呢 以快餐小吃來說 約莫是售價的四成左右 那如果是帶有裝潢的餐廳 物料佔比大概就是售價的三成 那成本本表 簡單來說就是 細算物料的一種表格以及工具 舉一帶一面的例子 它的內容物 爐床裡面有蒜油 有洋蔥 有雞腿 有煙花醬 袖真鍋等等 加總起來的總物料是99.15 售價定為300元 所以物料除以售價 就會等於它的佔點 關鍵重點是我們需要把所有產品的物料成本都計算出來 包含原物料幾克都要清清楚楚的記錄 那這份縫表做出來才是有意義的 那完成後我們才有辦法準確的去知道我們所有產品的物料佔比 假設我們預估物料佔比是40 結果我們換算出來一堆產品是45甚至50 我們就可能需要針對三項做調整 第一個是重新定價 第二個是找尋新的原物料 那第三個就是調整裡面的內容物 那如果說計算完佔比是對的 但是物料結果依然偏高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先去檢視我們的庫存耗損 也或是確認我們的禁料率 那再去交叉乘上我們的銷售數量 去得出一個更加精準的物料成本佔比 那當然這個就更細了 如果說大家對於成本物料想要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未來我可以專門開一集 針對這部分做一門數學課 不過定價它也不是齊頭式的 之前我在這部影片也有分享過 大家可以去看看如何做定價策略 總之先把成本本表做出來 當物料產生浮動 你才有辦法快速的去找出問題 第二個人事成本 人事成本依照不同的電型 大致上抓20-30%等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排列方式 如果說你發現人事成本 跟你預估的是不同的偏高 通常可能的問題來自於三個 第一個教育問題 第二個流程問題 第三是營收問題 針對第一個教育問題 就是你的人員績效可能太低 明明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但是因為你教育上的不足 導致可能需要三到五個人才能完成 這時候可以先去建立一個最高標準 至少先讓大家知道好跟壞的定義 把它給理清清楚 再通過教育 或者是考核機制讓大家一起變好 第二個就是流程問題 有可能是我們同仁已經極限操作 但可能我賣的東西偏複雜 或者是需要花很多人力 才能夠製作完成 如果是這個問題 可能就需要簡化產品 或者是思考如何提前製作 亦或是提高售價 第三個就是營收問題 當營收不足 然後我們的人力 可能已經刪減到不能再刪了 導致我們的人士成本偏高 舉個例子 你的店一次 可能就必須再請三個人才能夠輪修 那一個人含勞健保算4萬 那三個人就是12萬 但是你一個月的營業只有24萬 那很明顯的問題就不是前面兩項 而是因為你的營收過低 導致你的所謂人士成本過高 這時候處理的方式 可能就要針對如何提高營收來去處理 第三個租金成本 租金以一個相對健康的比例來看 大致上是落在營收的10%上下 再高我覺得都是偏不健康的 以我自己的店大致上都是落在5%上下 如果說沒有辦法達到標準 那問題很簡單 就是需要提高營收 提高營收我會先詢問新舊客佔比 因為我們必須得先確認 問題的來源到底是出在來客數 客單價還是回客率 所以說大家可以先去釐清自己目前的新舊客佔比為何 如果說新客高 但是舊客低 代表的可能就是客人來了 但是留不住 你是一次店門 可能問題是蘋果的問題 比如說餐點不好吃 環境或服務不佳 不過也許因為位置 或者是你持續有在做曝光 所以說你還是有新客 那這個狀況我覺得算好解 只要把蘋果給提升 所有的來客數都把它們給守住 營業額自然能夠上升 但是如果說你是新客低 舊客高的一個狀況 那代表的可能是你的蘋果是相對OK的 只是因為你沒有做行銷及曝光 所以說沒有新的客源流進來 那有關行銷曝光前面其實有非常多影片 大家可以自己去翻譯一下 那如果說你是第三種 新客低舊客低 營收整個都很低 那我會建議你一樣先把蘋果給做好 因為這是你可以把握的事情 然後再去分析你的問題 譬如說過去為什麼客人來了 但是他們不願意回來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接下來針對產品面去做創新 或者是去做所謂的港糧 接下來去做一些行銷庫管 把客人給導入進來 並且再通過所謂好的蘋果 讓他們轉為回頭客 重複的去循環測試 進而提升的營收 總結來說呢 以上這就是針對自己動手 企業健檢的簡單操作 那遇到問題 先去檢視你的損益表 再看問題到底是成本 還是所謂的營收 接著一一解題 最後分享其中一個品牌 無機肉造飯給大家 我們在2022年獲得高雄 米其林 碧米燈的推薦 邀請所有有到高雄玩的朋友 可以來品嘗看看 我把資訊放在下方的連結欄 最後我想問答一個問題 2023年你認為做哪一個品類的餐飲項目 以及追蹤IG 我是無畏執行長 我們下次見 掰掰